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據利物浦回聲部的報道 利物浦不希望羅拔圖、費明路在今個夏天離開球隊 報道說,在一年之前 拆散、文尼和沙拉的組合 這個在隊中被視為是一件不可以想像的事情 迪奧高早達上個賽季收獲21顆的入球 外加路爾斯、迪亞斯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加劇了利物浦前場球員的隊內競爭 雖然文尼的離開會讓利物浦陷入過渡期 但球隊已經簽下達雲、紐尼斯 令羅拔圖、費明路可能將會成為隊內前鋒第五選擇 但隨著前場球員的人員變化 費明路說能夠在高普的執教下受益 沙拉和利物浦的新合同簽到2025年 費明路也可能因為沙拉在場上而受益 由於費明路的合同剩下一年 對於這位即將連滿31歲的球員來說 球會沒有對他長期留隊而作出討論 因為文尼的離隊和沙拉的續約 球會對這位曾經的三叉擊前鋒 仍配有一絲期待的願景 近期有報導說 祖雲達斯對陸費明路感到興趣 但目前利物浦不太可能會接受任何有關費明路的報價 對主稅高普來說 費明路相對低的身價 能夠讓他在隊內前場球員的競爭中顯得更加有價值 而不是選擇將他交易出去 尋找另一個他的接班人 尤其是在這個夏天 球隊的名單有大面積流動的情況下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我們下載M直播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